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既然牧总什么都想过 牧 那我想这些自然交到你手里 牧总不信任我 我可以理解 但是用人不疑 既然已经把公司交给了我 就原来给我更大的空间 这样大家都好做事 你什么意思 我是从恩义出来的 这些人不管揣着什么样的想法 多少都会看在旧情的份上配合我的工作 毕竟大家都有情怀在 所以如果牧总真的想把恩义做好 那就放宽心 我也会尽我的所能 做好分类的事情 说来说去 你就是觉得我是个外人 我只是希望牧总 不要把我们当外人 既然你这么关注恩义 那肯定知道恩义最近的状况不是很乐观 我觉得你应该 见好就收 不要让公司陷入内好 再这样下去 我去面我真的控制不了 除非 除非 你想整个恩义在你携手之后就 迅速崩盘 那之前各大财经媒体宣传 您是个优质的企业家 算不算是个笑话 好 行 那你先忙吧 我就不打扰了 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来 来 来 沐总 恩义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我这两天过去的时候 听说恩义人世上出了点问题 高管们都在纷纷谋求跳槽 但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是很清楚 知道了 没有 应该想去 他肯定会ила 通过了 是 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 这些文章 你还记得不住 遇到朋友了 当时龚总做出的决定 他也有他的苦衷 曾经和龚总在一起 打拼这么久 我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今天就聊到这儿 合作愉快 好 保持联系 帮我把这吹一下 谢谢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橙汁 谢谢 好 稍等 刚和牧师那边的人聊完 郑融找恩义的盖管谈一下 没想到你还挺快啊 对恩义的事比我还伤心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也承担着责任 所以一定会尽全力完成好 对了 你那边需要脸蛮高的嘛 对牧师集团那边 聊得还顺利 是还不错 不过明后天我还约了几个人 不知道会怎么样 既然时间短 任务重 不如我们分工合作 也免得今天这种情况发生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恩义这边 有些人我比较熟 明白 留给你 不过有些人反而因为太熟了 倒不好开口 那个留给我 可以 还算有默契 您好 您的果汁 谢谢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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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干杯 没有八公 不用限 Ooh опять 这样搅搅搅搅搅成泡沫的样子 搅碎了 然后热锅 倒油 油也不能倒太多 要不然吃起来会觉得有点腻 我把这个蛋倒进去 这个时候得快点把它们搅拌开 你看 这回我把它们都分开 两边就不会黏在一起了 倒米饭 再加点盐 在饭和鸡蛋中间加 加点酱油 这样它的颜色看起来会好一点 寂寞当成解药 你看呢 想要把所有回忆藏好 最后发现还是无处可逃 再也找不到了 你给的美好 还是那个熟悉的怀抱 你那边应该很晚了 赶紧睡觉 不许熬夜啊 再也找不到了 幸福的味道 痛过以后才会知道 还是停不住的想要 你就一直这样住在公公家里 会不会觉得不太方便 这是什么不方便的 她是个工作狂 我也是个工作狂 我还抱不得想念还住在这里 只要我也不用担心她出什么事 你也别太担心 我们这边都谈得差不多了 乐冠估计小念跟千叔他们 应该很快就能回来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好的结果 但愿吧 那我回去了 晚安 你不不开心 你 行吗 你不才这天 好 你一天没吃饭 现在才吃 你要不要吃点 自己做的 能吃吗 嗯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照顾好自己 小念给你发那么多信息 电话没少打吧 你怎么不回任家 你不回我帮你回好了 我自己的事自己来 真幼稚 真不知道我以前怎么喜欢她的 你看到我给你发的这张图了吗 你那边应该已经很晚了吧 那你记得早点休息 早点睡 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 记得多穿衣服 别感冒 小老板 白宇跟莫娜女神 已经在和两家的股东高管 董事们接洽了 咱们拿回恩义还是很有希望的 你不用这么别 注意身体啊 我知道 那要不我叫完个过来 咱们一起 不用 下期下期 你就掌握一下 我杀了 好 就这样 谢谢 龚童 好 夏念 来英国的这段时间 我又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我记得 你经常叫我去小湖边看日落 看星空 去日记导看日出 你说你喜欢画画 我就说 要送你一座西光小物 就是你送时迪的那个工作室吗 对不起 没有对不起 你兑现了你的梦言 曾经的那些时光真的很美好 因为有你在我手里 现在的时光也很美好 至少 我们都健康平安 那个时候我看不见 你却总是让我闭着眼睛 是 感受日落 跟日出的不同 千初 在我面前 就是正在落下去的太阳 你能感受到吗 你说我的性格像日落 我 我说你像日出 总是充满着希望 和着急 你记得好清楚 曾经对我而言 稀缺而美好的东西 现在已经可以轻松地拥有了 但是回过头去看这些年底的你我 还是觉得 每分每秒都很珍贵 你拿了它 我们就永远不能分开 小念 就是 跟他在一起 你真的快乐吗 其实最近我都看到了 你很努力地想让他回心转移 但是他 小念 你这个样子 我也很心疼 虽然他有的时候像个孩子 可是我跟他在一起 真的很快乐 虽然很不想成人 但是贡欧能给你的 我已经给不了了 我想通了 小念 看到你 一直一直地给他发消息 看到你画漫画一张一张都拍给他看 看到你拿着充满着你们回忆的手机 手都换我就知道 我不能再用自己走不出去的回忆 来困着你了 所以 如果他能给你幸福的话 我祝福你们 怎么 虽然我现在 不想求你能回到我身边了 但我们还是好朋友啊 你可不能犯你不认人啊 还是好朋友 你不认为我 你怎么会提醒我 如果去哪里 你会护影的 我去哪里 你会护影的 他还要回答 minds 漫画 记录了我们很多 过去故事的漫画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要它的原稿 不管怎么样 我想好好珍藏 我们的过去 可以吗 我现在可是算 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了 漫画的手稿 可是很值钱的 很贵的 我得考虑一下 你要是不给的话 那我一直能抢啊 抢也没用 你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小念的漫画卖得这么好 粉丝都破百万了 好多影视公司 想要跟我们合作 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 就要装进口袋了 可是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摇钱树去英国了呗 对了 我好久没有见公欧了 他怎么样啊 公欧不是很好 整夜整夜不睡觉 每天都在优化程序 昨天回去的时候 还给自己做了分档找饭 总之啊 我们这边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我们赶紧找到 那个叫陈然的人 小念他们就能过来了 小念人站在公欧面前 公欧怎么不能再别扭了 我已经在全程搜索这些人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好 那我们就各忙各的 有什么事再在这里碰 等一下 把系的李东 就说 就说是我们出版的 虽然靠着这本漫画 公司赚了很多钱 也独立了 不归恩一管 但是 我们还是认他这个老板的 也认他 不理 gambo 小念 还 乱添尽覆言 乱淡 烧起多一次呀 我疼 老给明天怀念 晓妮 你回来了 跟我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任性 没跟你说就不去叮咕了 错了 好 没关系 我回来就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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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些 喂 好 知道了 你声说找到诚然了 喂 什么 真的吗 好的 我知道了 那我们这边可以做安排了 随时到处联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是白宇 他们找到我姐那个前助理了 就是开车撞伤了那个 找到了 那他们怎么说的 公公社会跟他谈 因为 莫娜跟白宇把安逸的高管和股东们 也都安抚得差不多了 小妮 咱们该回去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 我知道 回去之后 可能很多事情都变得会不一样 但是 你得对他有信心 小老板 诚然就在这个茶馆里 好 你在这里等我 好 小老板 赶紧回到以前的状态吧 我都要跟着抑郁了 你就是陈燃 龚总 对不起 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保证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好 好了 快去吧 我一定等你很久了 你不跟我一起吗 我差点给忘了 你那天说完 我就一直想着给你 我答应过你 这是我漫画的手稿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好了 快去吧 所以一切都是沐雪之时的对方 包括小路上那两次车祸 公寓的死 还有沐千处的重伤 这一切都和你有关 不不不不 不是的 小牧总那一次的确是我的错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牧总让我跟踪你们 看看你们到底去哪儿干什么 结果被你们发现了 才发生那样的意外 公寓那一次 是牧总自己造成的 不过那件事也真的是意外 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牧总整个人都崩溃了 其实一开始 牧总只是想掩盖自己 和公寓谈恋爱的事实 谁知道后来搞砸了 人死了 但这件事情一旦暴露 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牧总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 我不会还在生我气啊 不管了 顺其自然吧 好 顾欧 顾欧 你在家吗 顾欧 开门啊 顾欧 顾欧 你能听乱我吗 我是石晓念 你的主人 帮我开下门 帮我开下门 先生公 先生公 帮我开下门啊 喔 做得来跟他一起想的 他们要开下门啊 说想要再开下门啊 说他把舌质送回到的 来 喂 蜜生 我是晓妮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先别喊 你快点告诉我 购物在哪儿 我找不到他 他到底人在哪儿啊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 全都告诉你了 其实被牧总藏起来的 这段日子里 我也是生不如死 每天都胆战心惊的 生怕被人找到 现在事情都说出来了 我心里也踏实了 我有当时肇事车辆的车牌 有和牧总来往的信息 也可以提供证词 希望龚总宽宏大量 能替我说几句好话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发誓 叔 今天先这样 蜜生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直到这件事情结束为止 蜜生 不好意思啊 那个小浪漫刚走 去别的地方了 应该还有其他事 他是不是不想见我 没有吧 就是还有别的事要忙 你现在还好吗 你现在还好吗 在葬礼我正在国外出差 没能及时赶回来 没能及时赶回来 我跟你哥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我能不能把你进去 我只能把你进去 导師的稳定 在这四个时光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会这样做的 我唯一也只能做出 哪一辆心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我逆你 我首先想要做 你自己的菜 那是什么 你怎么做的 更重要吗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可能在有人心里 什么样的感情 都不会让他有安全感 只有盗手的东西 才会觉得可靠 你觉得他会难过吗 毕竟按照陈然的说法 他和我哥 已经相处了很久了 会 如果沐雪真的爱宫宇哥 那他就一定会难过 也许他只是在用工作麻痺自己 也许他真的很喜欢权力和地位 但不管是为什么 只要爱是真的 难过也就会是真的 就像我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从前一样 但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我也还是会难过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如果是在我哥刚出事的时候 我知道了这一切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让他身败凝裂付出代价 但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就让他为了自己做过的事情 承担责任吧 你现在真的变了很多 是吗 我也不知道 现在可能不是最好的时机 但有一件事情 我还是想告诉你 你说 去把施小念追回来吧 我觉得我们之间 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我知道你爱施小念 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 你现在所有的改变 也都是因为施小念 真不知道你们男人 明明心里很清楚 却又整天吓唬闹 我现在不想提到他 我也不想 你以为我想听你说 你怎么爱另一个女人吗 我知道你身施小念的气 觉得他不应该 什么都不说就跑掉了 可是你不是也没听人家解释吗 行吧 感情的事情 我不想听别人劝我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 别大眼睹小眼吧 ум中啊 你们几个别这样 都说说话呀 我觉得龚欧现在肯定也不想见我 你看 家里我也去了 你们也都给了我他去的地方 我也都去了 他每次都故意躲着我 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我估计微信早就把我拉黑了 没有 他没把你拉黑 对 龚欧只是小孩子脾气 不能拎着来 没错 要我说不如换一个思路 换 换一个思路 那有什么好想法你们倒是说呀 你们有没有什么浪漫回忆的地方 浪漫回忆的地方 摩天伦 外婆家 教堂吧 我记得有一次 他在教堂前面跟我说过要向我求婚 而且还说要生小孩 那就教堂吧 这个地方对于你们来说很有意义 还是算了吧 想想也就是几个星期前的事情 可是他现在肯定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要我说 只等黄龙去那门口堵了不就行了吗 那还等什么呢 赶紧赶紧起来啊 要不要找一个 正业人事策划一下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这个我最在行 那我干吗呀 你副总把公屋拖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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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那这任务还真挺艰巨的啊 河总 千初 你还好吧 你怎么样 爸 千初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跟你妈妈 我们还以为你一直被姐姐藏在国外呢 你回来姐姐知道吗 千初 你身体还好吗 你姐姐说得那么严重 又不让我们看你 妈 我没事 听主治医生的意思 再坚持治疗一年 复发的可能性不大 你们放心 爸 其实我 我今天把你们接来 是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 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要还手了 有件事情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除了我这次车祸之外 恩义科技公寓的死 跟姐有关 你是说小雪跟龚玉他们两个是恋人关系 她不敢公开就是为了瞒着我 姐可能是担心 她好不容易在牧师争取到的位置 会因为她的感情问题被你给收回去 这个傻孩子 她应该告诉我 我会很高兴的 我当初跟她定了个约定 我的本意 我 我为什么要跟她定那个约定啊我 我错了 我不该跟她定那个约定啊 爸 这事也不怪你 是我的确也没有想到 我恢复失礼以后掌管公司 会对她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但不管是因为什么民宿 公寓的死都跟她有直接的关系 她又用尽了各种不光发的手段 把恩义也拿到手 现在牧师上下对她非常地不满 如果我们再不把她拉回来 总有一天恐怕我们 她是小雪是你姐姐 就算她做错了什么 你 妈 我知道 您心疼姐姐 但是她现在做错的事情 已经不光是针对我们牧师了 如果我们对她再不管不顾的话 真不知道她会变成什么样子 千初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在牧师和恩义合作 产品发布会那天 你解决了一些 不行 千初 你不能不给你姐姐退路 我们把她叫回家了 很多事情她自己知道错了 我们还可以有办法想 可是如果在众人面前直接就这样 你放心 你放心 千初一定会有她自己的想法 妈 爸 你们也都看到了 我姐她现在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 我现在回国她还不知道 如果让她知道我已经脱离她的控制 我真不敢想她还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妈 你放心 我会在所有人到达现场之前就跟她谈 如果她肯收手的话 我不会让她谈谈看的 好 那个师傅 你们这边还需要更长时间 还有五分钟就搞定了 好 这个事放哪里比较合适呢 如果用新去讲 当然要放到新的旁边了 好有心思 不过在偶像剧里 这种标配的场景下 特别适合表白 需要我再表白一次